只有两线道的东海岸公路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大大小小的车辆也多了起来 而这条公路平均行车速线为60公里 但部分的驾驶人把这个速线当参考用 超速驾驶的情形很普遍 因此警方还特别拜托 住在公路边的民众 在家门口摆了客组作用的前有测速指示牌 可是效果很有限 因为这条路它比较直 可能会超车比较多啦 那车子多的话是平常都是这样 礼拜六礼拜天比较多 现在东海岸公路 每天还增加了不少大型的游览车 载着中国游客在花东两地旅游 赶行程超速的状况也经常发生 有民众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就拍到一辆游览车 不断越过双黄线超车强标的画面 而且不管对象来了一部大卡车 也照样越线超车 非常危险 警方说这样的行为要处罚 对象有来车 然后又违规超车的话 我们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7条 一项第二款 可以处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的罚款 违规罚款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而且一辆游览车上 通常载了30多名的乘客 他们的安全 司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一旦超速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导 有点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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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